北京时间9月18日,2018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,混双首轮的一场比赛,杜月和几亭以2比0轻松,战胜中国台队组和李扬须雅琴,顺利晋级下一轮,刚刚度过自己20岁生日的杜月,使中国羽毛球队近年来涌现。 的又一位双大天才新星,因为长相神似知名女星高圆圆,被网友戏称为国语高圆圆,从16岁时代表国语参加亚青赛。 市中赛以来,三年时间里拿下多个冠军头衔,进入成年组后,在女双和混双两个项目,都具有不俗的竞争力。 同年是20岁的何几亭,身材高大,力量出众,后场进攻凶猛,早在2014年式清赛,16岁的何几亭就帮助中国队拿下了团体冠军。 在上周结束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场,何几亭与韩强搭档爆冷闯金蓝双四强,成为最大黑马。 何几亭与杜月的混双,可以说是新一代天才双子星的强强联合,是国语重点打造的未来金牌搭档,与中国台北组合李扬。 徐亚晴的这场比赛,因为双方实力差距明显,何几亭杜月一直牢牢把握这场上的主动,或许是优势太大,场面担任林场指导工作,都国与双打组主教练张军哈锦连连,十分淡定,也可以看出,他对这对新生代天才组合影响比赛有绝对的信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